10月25号至10月31号,第17届中国无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河北石家庄举行。 来自五大洲18个国家和地区的杂技精英同场竞技,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刺激的表演。 其中,安徽省杂技团的参赛节目《辉风晚韵顶板凳》,展现了中国传统杂技的独特魅力。 在这个节目中,演员金子鑫不仅要用头顶起27只板凳,还要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,堪称挑战人体极限。 今年34岁的金子鑫出生于一个杂技世家,12岁开启杂技生涯,先后练过大跳板、爬杆、兜杠等项目。 2008年,他开始练顶板凳。金子鑫告诉记者,由于人的头部比较脆弱,顶板凳非常疼。 比其他项目更受罪。 一开始最难的就是头上这个顶板凳的疼痛。疼到这个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就往下流。疼到人几乎要达到一个崩溃的一种状态。 出身杂技世家的金子鑫有着家族传承的倔强。随着他的坚持,头上的茧子越来越厚,渐渐枯成一个大包。 他顶起的板凳也从一只增加到23只。金子鑫说,顶板凳不仅苦而且危险,在练习和表演中受伤是经常的事。 板凳突然那个板凳腿断了,断了以后他就整个凳子就拍下来了,把我人砸到这个板凳底下去了。 梅花香子苦寒来,经历了无数艰辛之后,顶板凳这个中国传统杂技节目,在金子鑫手里大放异彩。 先后在国内外获奖。2019年,金子鑫再次给自己增加难度,将板凳的数量增加到27只。 顶着近200斤的重量,原地钻360度,在无桥杂技节上,金子鑫成功地完成了这个极限挑战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金子鑫 鬨网刻户端。